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从来都没有离开过 所以也不是什么返乡回乡 没有啦就是 我们没有离开过的原因是 像我在外面念书 其实都还跟这边保持互动 那时候还做了 像寒暑假都会回来带影队 跟一些年轻人 一起来做一些地方 其实 那其实都在等待那个机缘 当有一天 你觉得好像东西有到位了 然后你觉得这个东西 已经可以了 你就留下来 所以其实是这种过程 那它就经过很多的一些事件 然后跟一些运动 我的职业由家乡来定义 好像返乡啊流乡 好像才是一种 就是干人的热血 可是这个其实我觉得 比较忽略就是 你跟这个地方的生活对话 那我们其实一直在做这件事情 到现在为止都是 所以其实认真过生活 就是一种很好的对话 就是你保持对生活的环境的敏感 跟这个地方的一种感受打开 所以到现在我们那个田野调查都做不完 就是这样 就是一直在跟这个地方对话 那有新的记忆 或是有同时跟你在生长发生的记忆 你就可以去对话 我们有机会是因为 回来然后想要来做这件事情 才发现一些改变 所以其实都每一个过程 都是把自己留下来 很重要的一种脉络 走进骑山老街 助力在眼前的 是日志时期建造的老车站 虽然它见证了骑山市街 与唐业发展的过程 但在民国90年代 竟然也面临了可能被参除的命运 当地居民因而开启了 一连串守护骑山车站的运动 纪维也跟着父亲 参与了这一段过程 骑山火车站 它其实是一个 骑山人共同级 其实大家的悲欢离合 都会在这里 就是面对亲友的离开 出去搭聘 或者是迎接喜悦 成功返向 那在民国90年那个时候 整个骑山其实开始做 另外一波的这种建设与发展 我就想要打开 那我们跟一些在地的温室团体 还有一些齐劳无共同 要来守护的这些事情 那这个守护的过程 就长达12年到13年的时间 它中间就有很多的过程 比如说像 因为以前火车站后面 在日本实在它就是一个垃圾场 但是以前的垃圾跟现在的垃圾 当然不一样 所以后来现代垃圾进来 就会变成一个废弃物的产业物 你很难想象这边就是一个 他们认为是自安的死角 所以我们国中高中大学 其实都有一群年轻人在做这件事情 然后还有基金会的会员 大家一起在整理 希望这个点就是让大家重新看看 也因此这样的守护 其实火车站就没有被破坏 然后一直经过这些过程 包括做一些活动营造 办音乐会或是办讲座 或者是有很多的文资的委员来献开 所以这些老屋跟老产业的这种 带个地方的印象 就会有什么 这次观光客来这边住宅 它就会变成是一个很重要的聚集点 所以它代表的是一个骑三人共同级 那这个车站就变成 具有历史意义 也具有官方的这个效果 让骑三人 从他们的记忆中再把它拉出来 然后重新再理解一次 火车站对我们是什么 各位 大家好 大家好 我们是台青交乐团 台湾的台青年青香蕉的交 有什么学界名 就是台湾其实代表是土地 青代表是人 青年 那香蕉代表是产业 有土地 有人 有产业 这个地方 2008年夏天 在高雄骑山 五位爱香蕉的台湾青年 组成了台青交乐团 最初的想法很单纯 只是要用音乐 来推广骑山香蕉 他们的热情 及贴近农村议题音乐 一度被媒体形容 是真人版的海藻七号 把握每场演出的机会 他们总是极力邀请听众 真正走一趟骑山 没有表演的时候 他们就在社区里 不论是田野调查 小旅行 香蕉文创店 都是想为自己的家乡 骑山 尽一份行李 在意我的马上飞起 哪个是哪个是 对它放哑去 面在意所有的看一路 哪个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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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个 來囉 現在七年了 七年了 七年了 看看 他是熱龍和搖滾 那邊是搖滾 那是一種鮮外派 音樂其實只是工具 重點是那個訴求 跟你想要表達內容 那音樂就是個媒介 那時候就是希望 一種香蕉產業可以護膚 它可以用不一樣的方式 那其實只是要扭轉那個悲情 但是我們又必須講出這件事 那我覺得很多的歌詞 我總是參與裡面去投入它 對啊 才會有這個情感產生 每天上班 下班 心甘願散去 為了生活 每個樂團都有它的訴求 跟它想要發聲的部分 那其實這是一個 比較重要的音樂精神 就是說如果大家 常常聽愛來愛去的 就是有點可惜了 因為這世界上大概有百分之七十 到八十的 有人統計的 都跟愛有關的歌 對 那我們其實是希望說 把音樂變成是 大家能夠關心到社會的角落 希望大家能夠有好聽的音樂 但是也能夠有更深層的行動 所以才會組成叫台青椒 接下來 因為我們有自己種香蕉 我年紀三在煎香蕉 那因為現在沒有年輕人種 沒有辦法 所以只好 只好 因為你知道我玩音樂 然後要種香蕉 然後我們又開了一個文創店 在賣香蕉 因為種不行 要賣 那賣的話也不能只賣香蕉 因為它要做成香蕉蛋糕 做成香蕉水果酒 未成年勤務飲酒 什麼遊戲 還有香蕉雪花冰 手工餅乾 香蕉手工餅乾 香蕉麥芽糖餅乾 香蕉酥 還有呢 香蕉的T-Shirt 香蕉T-Shirt 我們都穿在身上 對 還有其實我們有在做社區旅行 其實為什麼要做這麼多 其實在挑戰這個產業鏈 因為中間的這個 如果沒有辦法鬆動 我們只好先成立 就是一貫的這個方式 希望大家從這個方向 來進入到農村 其實我們後來做這個宅配 也是在挑戰那個體質 因為 因為那個 一般的膠農 不太會自己賣香蕉 他們都透過盤商 我們這個 就是不要透過盤商 讓這個香蕉可以 直接交到消費 也可以慢慢吃 也可以慢慢吃 像我們會鼓勵 有時候 鼓勵就是從 綠的 吃到黑的這樣 綠的可以吃喔 綠的就可以 做馬鈴薯的方式 很硬這樣 就可以 用那個電鍋把它蒸熟 黑的就打果汁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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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裡面比較安靜 你看自己的刷 飽和的和弦 聽起來是那個 就是要連結年輕人 跟音樂 而且他們都很喜歡音樂 大家也希望來這邊 多連結一些互動 其實是創造一個空間 讓大家在這邊可以交流 其實不是來練琴 是來玩的 大家來這邊玩 然後音樂就變成是一個媒介 然後可以互相 大家可以交心 其實我們香蕉園 或者是在社區的農田 一直都是60歲以上的農民在做事 一直很少 有像我們的年輕人 然後或者是旅遊的一些團體 你們也可以成為鼓勵他的一種聲音 就是 真的 你的年輕的聲音 你只要到香蕉園大笑三生 農民都會很興奮 exciting 聽說上次捐年來 然後農民都跑過來了 對對對 因為之前捐年公司 其實在香蕉園種香蕉 對 然後把它扛到肩膀上去採香蕉 那其實這些工作都是 我們在發展一種新的農村文化 農人沒有那麼辛苦 但是農人很辛苦 但是呢 他不能只有辛苦 要有趣味 來 香蕉園會出現的歌曲 送給大家 這是什麼 咱們還是不扛 咱們還是不扛 起頭去 穿緊著衣 去掙扁 黑康座白 這樣掙蕾啊 這樣沙蕾啊 黑酒去 來喔來喔 現場喔 黑康座 阿公 有什麼 我的鐮刀什麼是誰 你的鐮刀要什麼回來 對呀 這種的就是掛比較高的 我們手掙扁的地方 要搭這裡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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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叫甲鯨 阿我們台語叫做 獨鴿頭 待會兒我們要用一個 鋼骨來獨鴿頭 打哪來 用這個 你不要這樣做 要準這個自由度 這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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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有可以啊 那我試試看 還沒有 還沒到 還沒到 其實以前 對香蕉的知識 其實滿少的 但現在知道香蕉 其實有很多眉角 很多要注意的地方 對香蕉的知識 歡迎 你不要這樣說 你在這裡 去實現理想這件事情 我是唐瑄 然後現在是彈跳鼓手 然後我是旗山人 我現在26歲 我們大概3歲就認識了 這個團是在10年了 所以高中一年級的時候組的 所以其實是認識很久之後才組團 因為不同的工作 像何遠他現在是負責香蕉園的工作 然後還有一些NGO的一些事情 那玩具槍的話現在就是 剛畢業代業中他也做了一些專案 那我們目前就是以社區的一些工作 來做一個推動 那唐瑄他就是專業的音樂的展演人 跟教學者這樣 那我們其實就是這樣在搭配 所以有的人在北部和在南部 還有另外一位 那個長兄弟今天被叫招回去 他今天本來是婚嫁 算是大他們團員9歲 以前是比較擔任這個小隊服的角色 大哥哥 對 所以可以這樣玩嗎 可以啦 在以前還是一個手球隊 然後就從體育健將出來 然後一直到高中的時候 就變成了吉他手這樣子 那時候都沒有學過音樂 那08年就剛好有這個機會 就組了台新教育樂團 然後就變成吉他手 我覺得很珍惜那個從無到有的過程 就是在這個團上 因為原本 其實大家創團也是 就是其實是為了一個活動 這個活動表演完 就是要不要繼續或做什麼 其實那個其實是蠻珍貴的從無到有 因為那時候 其實都大家也沒有學什麼樂器 但是就是就上了 上了以後 那個就是應該說是人生的一個過程 很多都是從無到有 然後大家其實 台新教一直十年前十年後 其實做的事情是一樣的 但是還是一直 但就是踏著那個基準的 其實我覺得是不一樣 而且看的東西也不一樣 然後就會有很多不一樣的思維 就是我們想關係的東西 會在裡面表述 那這一次可能就是有一些音樂性的東西 會進來這樣子 如果你在齊山聽我們現場 感覺又更強烈 對 以前就有小旅行 我們就這樣做 是 然後就在星空 然後三合院 對 鐵牛車我們把它開到三合院 做舞台 對 就非常的棒 然後你可以 就是你在聽音樂同時 其實附近還有很多的我們的夥伴 在配音 對 動物 對 就會感受到那種 人跟這個地方的這種交錯 對話 我覺得那個是真的很可貴 對 很舒服 也因為這個團有一些理想 然後這個團也一直 肩負著一些不同的使命 不光只有音樂這件事 但是音樂就是這個樂團 很大的一個展現 展現物的方式 我們想要把 自己家鄉的一種感受跟特色 其實就是 做在我們的作品裡面 那也是台灣目前的一種感受 那在這個作品當中 可以跟更多人分享 可以跟全世界 或是甚至 很希望感受 這樣子一個內容 其實就讓它可以很容易傾聽 那這個是目前樂團 最近一直在努力 除了用音樂 讓大眾認識香蕉之外 紀委與台青椒團隊 也持續在齊山當地 透過網路 自產自銷香蕉 與社區年輕人玩音樂 和哭動 用老膠農學習種香蕉 傳承傳統的農法和善土地 也帶領各地的年輕人 到齊山 進行社區小旅行 以及志工服務的活動 除此之外 他們也想讓消費者 直接面對膠農 讓一般民眾 更認識香蕉產業 就開始透過 契作任養的方式 他算是一個遊學台灣 然後讓年輕人可以 就是有一些深度旅遊的機會 去認識這個香蕉產業 契作任養活動 可以讓一般民眾或青年朋友 走進香蕉園 體驗膠農的生活 從早上六點到十點 一起養護香蕉園 也學習耕作 感受小鎮文化 一開始也只有五個人任意 後來到四十幾 目前我們也沒有去搭一些什麼市集 就是純粹是自己在做推廣 未來是希望看看能不能 結合附近的農民 然後一起來看能不能 有一些 就是不一樣的產銷的方式 我們是滿鼓勵消費者 可以直接跟農民互動 但是也要看看農民 他願不願意 像我們這樣就是 比較累的農民 就是你除了種田 你還要跟你的客人互動 這個就是沒有農民的香蕉 就必要有種的 這種就比較有種 對 對 這個蟹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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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蟹 手拿的是洗肌蟹蟹蟹 他們都鼓勵我們 就要去拿洗肌蟹蟹 也要去拿大肌蟹蟹 很辛苦 日震當中 那個颱風啊 颱風下雨 真的務農很辛苦 那個露露才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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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露才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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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露露才會高 露露才會高 露露我們 露露露才會高 露露露才會多強 露露露才會高 露露露在盪頂上 露露露每層 靜雜三豬 利能毫的英雄 少許雄 好 要注意喔 很重喔 好 還可以嗎 還可以嗎 還可以 香蕉到力士 我沒辦法行動來跟他們一起做 但是我一定要 譬如說精神上 然後其他各方面 我做得到的一個行為上 來支持他們 所以我就認養 認養 我認養五顆 當時在取名的時候 認養五顆的名字 就用佛菩薩的名字來取 比較健康的 兩個人 那個認養人 我們都會幫他們寫名字 他的香蕉樹叫做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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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宙無敵大香蕉 他取一個名字 五十一 你看這樣子的東西 每一顆香蕉樹 其實它採收下來 是你等一年的結果 對啊 一顆香蕉樹要一年 當然有的比較晚 任養成幾個月 可是至少你讓它感受就是 那是一種等待 不是馬上就擁有 比如說像這樣子的農法 能不能變成是一個 人跟土地連結的一個 入門這樣子 我們也在嘗試 就是你看它認養 然後它跟這個孩子 還有這個香蕉樹 就連結在一起 那它來收成 它可能就對齊山 有另外一層 等待就是為了留下來 紀委從學生時期開始 參與了守護齊山火車站 成立台青椒樂團 退伍後開始種香蕉 開設香蕉文創店 每一件事 都是讓自己 留在家鄉的理由 其實像 如果以香蕉產業的話 就是那個其實都是 跟我們學習的 就是成長的背景 看似沒有關係 其實都有關係 比如說小時候 我們常在玩的貼紙 後來才發現 那就是外銷香蕉在貼的貼紙 那一直到長大的時候 才開始有機會去面對 可是這個就是一種錯過 像很多身邊的年輕人 其實他們就錯過這件事 他們就沒有機會 再重新再檢視這件事情 農人也不是早早就要起來 對啊 像我回來我都是 七點多才去香蕉園 那我們可能 作息就不一樣 其實長一輩的都會跟你講這樣 可是事實上是不是這樣 其實是要用你的身體 跟你的人生經驗下去試探 那這個才會找到答案 所以我們就是 常跟年輕人在談說 其實你就來做做看這樣去改變 那這種才有可能去轉化一些事情 反而你需要充實的是 你自己本身在生活中 你能不能更踏實 所以看起來人最後的終點 都不是在於你要有多高的成就 多大的影響不是 其實就是回到自己的根本 我覺得那個就是人的歸屬 那什麼是根本我們都在尋找 所以其實你終其一生 大家都在尋找那個根本 那只是我們更貼近在這塊土地 就是跟別人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因為我每次都在天的時候 有一陣子的藥 在武器等下 到這塊土地 感谢观看